CRECIUME 大家好 這是最近整理的一台全景式 就是 說全景應該說廣角式 廣角式它是屬於搖頭的狀態的廣角相機 那這個相機的結構也蠻特別的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一台相機 以及它的安裝底片方式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它的外觀 這是最主要是背蓋部分 它的最主要操作的介面都是在機頂的部分 然後機底的部分只有一根 褪片鈕 那它的 它的激發方式 鏡頭作動方式很特別 這個是 這是它 鏡頭跑的狀態 這是屬於 搖頭式的廣角相機 那這種相機比較特別 它有一些限制 也就是說它的對焦 它其實鏡頭是固定的 那它只能用光圈的方式 以及快門的方式來做決定 它本身就是廣角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 鏡頭的角度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沒有做 焦距上的對焦動作 然後最主要的景深是由光圈來決定 光圈有 2.8到11 那快門呢 它斷數也很少 因為 這個 它是屬於搖頭式 它最主要的結構呢 是跟 裡面 有一些 齒輪 那這些齒輪呢 就是慢速 慢速齒輪 這些慢速的帶動齒輪 來控制 它的速度 那 這個是最主要 控制速度的方式 這個齒輪應該叫做 減速齒輪 那 它是 利用齒輪 的方式 來達到減速的效果 這是1.15秒 相當有趣 這台相機最主要我們整理的部分是 鏡頭 鏡頭的部分 還有 它在 高速快門的時候 常常會有 過片 會重新多過一張的情況 那最主要也是因為 東西使用久了 有一些 零件 就是 綁快門的機構 壞掉了 我們幫它也都換好了 那它的 快門作動方式 這是最主要是上快門 激發 這是 快門速度的調節 光圈的 調節 然後這是 蛻片的地方 那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安裝 如何安裝 它的 底片 好的 我們繼續來看 如何安裝底片 它 這個部分 我們要把 後蓋全部掀開來 這是後蓋的部分 它的安裝底片比較特殊 這底片的膜 這個 測試片有點舊了 將它剪一下 這底片的膜 是朝內的 因為它安裝底片的地方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全景式的 這是一個大弧 大弧度 好所以我們這個底片呢 需要將它 從這個地方穿過去 這有兩根 手感 穿過去之後呢 這個可以先 安裝上去 穿過去之後呢 再穿到這個手感下面 上面 然後 會繞到邊空齒輪這邊 這時候呢 我們才能 放到片軸上 這片軸 片軸這裡有一個 槽 我們將它插進去 插入即可 OK 這樣就上好 上好底片 OK我們捲動一下看看 它上好底片的狀況 這是 捲動了 上捲動 捲動完 其實這時候就可以蓋著了 不過我們是做示範的 我們就不蓋起來 好 那 這個部分我們把它開到 2.8的光圈 用15分之1秒 其實這個地方 從後面看是看不到 我們等一下會來看一下 它 將底片拿下來 來看一下它 快門裡面 作動的狀況 這就在下一張 OK 那推片的時候 按下推片鈕 直接 這裡 直接推片 因為它的行程比較長 所以比較緊 OK 我們向底片拿掉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快門的作動方式 這時候已經上好快門了 它會來到相機的左側 那 曝光呢 是從 這一側開始曝光過去 來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快門 跑過來 OK 當我們回轉的時候 它的裡面會有一個快門 它會自己 把它關起來 要看到快門開啟的狀態 我們必須要放一個 白色的 紙張 比較容易看清楚 我們先隨便放一個墊子在下面 OK 有看到嗎 剛剛從這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 將它停住 就可以看到它實際上 快門 這是快門 再來一次 我們 用手指這樣按住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鏡頭 然後對到外面 的景象 當它定位好的時候 這時候 快門 已經關起來了 所以我們往後 捲的時候 這時候快門已經關起來 關起來 所以它是不會 不會曝光的 這是 這時候它快門 裡面的快門關起來 OK 這是 這台相機 的 大致上的介紹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相機 一般 也比較少使用 那這種相機呢 比較常見的問題呢 大致上 就會是在 減速器上 它減速器如果不穩定的話 就會造成 這有點類似掃描式的 掃描式的 拍照方式 那這掃描式的拍照方式呢 減速器 假設有受傷 磨損 或者是 減速器的 有髒污 它都會造成 拍攝掃描式 會有線條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 有幾個方 有幾個可能性 就是 鏡頭 要擦拭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它鏡頭 就是這樣子 前面可以擦拭 但是後面就很難擦拭了 那 其實後面擦拭呢 它的細風很小 如果 有機會用很小的 類似耳棒 也許可以擦得到 但是基本上 還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 在保養鏡頭的時候 就必須要把它 整個拆卸下來 這就是這種相機 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保存也需要在一個 比較環境乾燥的地方保存 鏡頭比較不會發霉 因為一旦發霉就要拆除 那它相當酷 像戰車一樣 好 這一台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